浪姐4二宫组队共分为两轮,第一轮为志愿匹配,两方同时选择心仪队友。 成风创始人写下心仪队友的名单,姐姐们将自己手中的志愿名牌投入到心仪的成风创始人的信箱中,每人最多可以投两个志愿。 如果没有心仪的成风创始人可以选择不投地志愿名牌,等待下一轮自由歌曲组队。 第一个进行选择的是贾静雯,Ella和刘希君两位成风创始人都和她达成了互选。 贾静雯的努力被看到了,她也拥有反选的权利,依次和两位创始人面聊后,贾静雯最后选择加入Ella队。 很显然,Ella在面聊环节情商更高,娓娓道来,直接抓住了贾静雯内心柔软的部分。 猪猪的两个名牌投给了《迷迭香》和《我离开我自己》两首歌曲。 前者单纯是因为歌曲投的,后者是因为想和歌手黄丽玲合作。 猪猪的头脑和思路非常清晰,面对镜头不搅柔造作,最后她和黄丽玲组成了一个队伍。 蔡绍芬,李采化同时与成锋创始人刘希军互选成功,两人顺利加入刘希军队。 刘希军首次选择偏唱跳风格的舞台,她选人的标准也很迷幻,全都挑美女演员,策略上出现严重错误。 曾可妮,无忧两位姐姐与成锋创始人谢娜互选成功,三个人再次分到一个队伍。 一宫舞台三个人就是队友,二宫开始就直接抱团取暖,连选择的公演歌曲都和一宫风格相似。 这也是《浪姐4》系列节目为人诟病的地方早早就出现抱团所组的现象, 其实不利于姐姐们的融合和沟通,也直接扼杀了舞台的丰富性与多样性。 不过谢娜擅长唱跳舞台,所以选曲和选人也有自己的考量。 谢娜一宫赢了比赛,遭到全网的骂声,二宫带队又取得了胜利。 节目播出后,势必又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。 汪小敏,孙悦与成锋创始人卢靖山互选成功,两人加入卢靖山队伍。 其实在选歌之前,孙悦就和卢靖山打好了招呼,能够主动挑战英文歌,孙悦的做法值得点赞。 刘亦云在出舞台和一宫舞台的表现有目共睹,有硬实力,有高人气加持,成锋创始人们自然喜欢和他合作, 其中知福就深信好朋友刘亦云会加入自己的队伍。 遗憾的是,刘亦云并没有选择知福, 知福也成了场上唯一一位没有达成互选的成锋创始人。 知福一开始还运筹帷幕,自信满满,但终究还是错付了。 刘亦云有自己的考量,他认为比较性感的舞蹈并不适合自己, 内心也非常拒绝,所以他没有选择知福的迷迭香。 其实,他早就有了选择,事先已经跟谢星约定好一起选择歌曲, 从头,两人最终也组队成功。 更让人伤心的是,知福的两个心仪对象正是刘亦云和谢星, 三个人仿佛上演了青春偶像剧的桥段, 知福成了最受伤的那个人。 第二轮为单向组队,仍有空于席位的成锋创始人, 根据个人喜爱度排名,在投递了自己志愿的姐姐中一次选择一人补齐队伍。 Ella率先进行选择,包括张嘉妮、秋辞炫, 吴倩和徐怀玉在内的四位姐姐投送了志愿名牌, Ella快刀斩乱麻,直接选择了秋辞炫加入自己的队伍。 秋辞炫终于可以不用唱跳了, 整个人激动到大喊大叫。 得知Ella选的人不是自己后,吴倩一脸的难过, 直接躲到了谢星的怀里,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。 这样的场面在出舞台和一宫真人秀环节随处可见, 吴倩也因为小心翼翼的样子获得很多人的同情。 Ella在第二轮选人环节直接选择了吴倩, 听到自己被选后,吴倩脸上也有了笑容。 在听了Ella的选人的理由后,吴倩又流泪了, 她表示你总是在我要放弃的时候,捶我一捶。 节目播出后,Ella又选吴倩的话题引发热议, 两个人双向选择也获得一些人的认可。 不过大部分网友这一次并不买账, 因为吴倩在你好,星期六中的另一副面孔还历历在目, 网友们再也不愿意相信她了。 畏畏缩缩不自信的戏码用了一次会觉得有新鲜感, 用了多次之后,观众显然已经麻木了。 要知道,浪姐四,吸引人的是女性独立自信的魅力, 而吴倩的这一做法被质疑卖惨, 有些违背节目的初衷, 看看她身边的张嘉妮,从容大气, 吴倩真的该早点独立行走了。 成丰创始人刘希君的这首《带我去找夜生活》人气非常旺, 包括美伊里牙、龚琳娜、张嘉妮、赵丽娜、 李莎明子、徐怀玉、刘亚瑟等在内的七位姐姐都投送了志愿名牌。 刘希君率先选择美伊里牙, 然后又选择了李莎明子。 刘亚瑟孤注一掷, 把手中的两张名牌都投给了, 带我去找夜生活, 以为成丰创始人会看到自己的诚意, 没想到节目组很会玩, 让成丰创始人先进行盲选。 刘希君也不知道刘亚瑟的良苦用心。 最终,刘亚瑟错失这首歌曲, 硬着头皮选了《迷迭香》。 卢靖山对选的英文歌难度比较大, 包括《取影》, 陈亦涵和许静韵在内的三位姐姐都选择了这首歌曲。 卢靖山第一轮整体实力更突出的《取影》, 第二轮选择了实力Vocal许静韵和演员陈亦涵。 知福这首《迷迭香》完全被冷落, 仅有李沙明子和龚琳娜两人投送志愿名牌。 在知福还比较犹豫的时候, 龚琳娜主动出击, 直言自己可以教知福唱中文歌。 知福最后选择了龚琳娜入队。 除了刘亚瑟分组过程被冷落外, 赵丽娜、徐怀玉和张嘉妮三位姐姐最后也没人选择, 他们只能自动组成一个队伍, 在二宫舞台挑战歌曲《开往早晨的午夜》。 三位姐姐人气和实力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, 想要翻盘的机会几乎为零。 徐怀玉终究为她的舞台失误买单了, 这也从侧面告诉姐姐, 没有硬实力和高人气, 你只能被人挑来挑去, 连进入优秀队伍的机会都没有。 不过, 节目在19日公布本次排名, 她仍以第27名的位置安全晋级, 忍不住在大家面前哭了出来, 自责我觉得我对不起所有的姐姐。 徐怀玉在第一次公演中排名27, 正好是安全晋级的最后一个名额, 排在她后面的陈奕涵, 许静运则落入危险区, 只有在小组考核中获胜的那一个人才能参加第二次公演。 徐怀玉得知自己压线晋级, 感慨表示, 我本来一直觉得, 我应该是最后一名, 要赶快离开。 徐怀玉说住说住, 就红了眼眶, 对于自己竟然顺利晋级, 愧疚地落下眼泪, 我觉得应该是我拖累大家, 从出舞台到第一次公演的时候, 我其实都有一种愧疚感, 我觉得我对不起所有的姐姐。 但她同时也感谢大家给她这个机会, 并伸手拥抱陈奕涵和许静运。 第一次公演的表现受到争议, 徐怀玉近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, 感谢大家的祝福与关心, 我很好, 有你们我会更好, 不管你是在哪里的小怪兽, 我都可以感受到你们的心意。 她也在微博PO出健身照片, 强调会坚持运动, 保持体重, 让大家看到最好的状态。